画红乌龙院的漫画家萧妍中 说在2013年的创作 被一名自称叫做国际当代艺术名人抄袭 几乎一模一样 对方不知道会不会拿去从事商业行文 接着萧妍文进一部萧妍中 是希望对方能够停止使用 没想到对方还反抢他 所以忍无可忍 萧妍中决定要告上访院 维护自己的权益 你们看完这两边的图觉得一样吗 一样 一样 十多个小朋友异口同声 他们看到的就是这张图 右边是漫画家萧妍中 2013年的作品 左边是一个自称 国际当代艺术名人的作品 都是以狗猫马为雏形的创作 爆发抄袭遗云 整个图像的结构造型 很清楚看上去都是抄袭 而且它线条走的轨迹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对不对 它当然抄得并不好 但是这绝对是抄袭 拿着对照图原创者很火大 因为夸张的是对方不只偷图 就连创作感想也不放过 一边写创作30年来 一边改成20年来 应该说这是一种邂逅吧 只改了两个字变成爱线 他侵犯了著作权性 他测掉图文 他却非一而再而三的挑衅 揚言要提告 要我自己站出来 我不晓得他要我站出来干嘛 但是我现在站出来要他一个道歉 一句话嘛 我可以配合小老师啊 看是要道歉啊 磕头啊 怎么样啊 我可以再跟小老师 去台北开一次说明会啊 承认自己不是原创 但对于涉嫌抄袭仪式 没有正面回应 只强调这些图画 已经很久都没有使用了 但是这样的态度 恐怕难以安抚 原创者怒火 记者谢嘉玲 吴承翰黄顺扬 台北台南采访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